詞曲 李宗盛 我怕坠落心眼中 远方闪耀最初的光 照亮星逃里的方向 再不会被世界遗忘 给我力量 未向第一名前 那一丝失望 有梦想也有心动 你在学爱的光 我幻想你就会远远 世界的方向 不忘最初的太阳 就是最坚定的信仰 遮住双眼也能 看到那高光 唯有翅膀张开 想也能飞 也许会飞得很 拥有不付出的力量 하하 叔 我来呢 笑语不在家啊 我来签合同吗 什么合同 昨儿说好的呀 租房的合同 哎呀 真不巧了 房子已经租着去了 订筋都交了 两万 谁呀 叔 叔 此时尽 无可恼 无笑话 无言乱语 怎么能在 辛苦了 行 那我走了 再需要我帮什么忙着跟我说啊 麻烦你了 拜拜 你慢点啊 走了 大家给我打电话啊 好嘞 太好了 这回你可以陪我留下来 好好发展我们书村了 还能不能给你啊 春哥 秦总 告诉你个好消息 笑语不用回北京了 他可以留下来了 是吗 那问题怎么解决的 多亏了菲菲 还有她老公王爷 帮我解决了问题 这样呢我就有地方住了 不用被逼着回北京了 好 确定不回北京试试了 不回去了 你那个工作确实挺诱惑的 但我也怕自己 如果真的干上了之后 就不想再回来了 那也没什么不好的嘛 秦总 你可不能跟我抢人啊 笑语是我们需要的青年才俊 而且这个世界诱惑那么多 要什么都想得到 什么都想要的话 最后就是什么都得不到 行 只要你确定目标 不怀疑 那当哥哥的肯定支持你 好了 事情都解决了 我们一起加油干吧 加油 加油 汪哥 杜奶奶的房子 我没租下来 被人半路给截糊了 你说我就纳了闷了 怎么突然就冒出这么个人来 太奇怪了 许晗 我 我是因为第一次去处理 听到你了 许晗 今天要努力 我切成功 你的力 你需要late 什么 力 你有一定的力 也不受伤了 你不小心 第一次络冬 你很容易 吃東西 拿着飯 玩的小媒體 要放 Katherine 要放棄 好 是你啊 干啥呢 看看花 读我干啥 没 没 没读啊 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想怎么样呢 数啊 太大 等信号 你 你知道以前 我跟你说过一句话 就是你撒谎的时候 你嘴唇你干啥 默认了 叔 怎么了 许晗啊 我 是你兄弟 你就别为难我了 好吗 喂 你好 我是王烈的朋友 王烈 对 就是租你房子那个王烈 什么事啊 不愧是他不想租我这房子了吧 不好意思跟我说是不是 但是我跟你说啊 你告诉他 那两万定金我肯定不能给他退 还退什么呀 那两万块钱是你女儿的 他们为了稳住你假做这个租房子 我已经批评他了 我觉得他们年轻人这样做特别不合适 王烈已经认识到了错误 就是不好意思跟你说 我是怕影响你正常出租房子 要了你电话 赶紧告诉你 我这个人哪 心其实 太好了 老宋 这样 笑点在这儿肯定就带不下去了 行 我不就是请喝酒嘛 我是那么抠着人吗 赵飞 赵飞 你出来 赵飞 杜叔叔 你找我有事啊 你叫我啥 杜 杜叔叔 叔叔 我看你是拿我当孙子耍的吧你 不是 杜叔叔 你别生气怎么了 我问你 王烈是不是你丈夫 我还要开个会 那个您先回去 王烈是不是你丈夫 我先开会 咱们回头再说 回头再说啊 好好好 开会 开会 你开你的会 我这躺着等着你 你啥时候开完会 咱俩啥时候再聊 这小造型 这不是村主任吴连耕统治吗 行 还认识我啊 罢了皮着你骨头 老杜啊 你家回家睡去 这村委会别在这睡 谁告诉你这村委会 那是村委会 这是村广场公共的地方 这村委会门口嘛 影响工作了 回去吧 你说什么 咱这影响工作了 影响工作了 我经济受损失的 谁来管呢 我这房子 本来是可以租出去的 让他那么一弄 我怎么办 老爷 你来干什么 你是不是又来 找这些麻烦来 他一定把你叫错坏了 我还不能找个地方 讨个公道说说礼啊 您听我说啊 这个事情 是我住的主意 跟他没有关系 你要怪就怪我 好不好 你别在这儿闹事 你的问题回家解决去 今天我是来谈 损失的问题的 走 咱回家 咱不不闹了 行吗 回家我给你好好说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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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你说我什么 我说别闹了 回家再好好说 不是 你认为 爸爸是在闹是不是 不是来讲理的 是不是 这不就是在闹吗 好好看 那爸就给你闹回来看看 告诉你 什么叫真正的闹 你闹吧 各位 男来的北网的啊 瞧一瞧 看一看 走一走 站一站啊 大家记住啊 十 十五村啊 第一收集正规啊 伙同自己家属啊 欺骗百姓 制造假合同 爸 给杜老汉造成了经济损失啊 不是 我告诉你 带双风卖卡影响工作 你信不信我报警 马上就报警 赶紧报警 你要不报你的证据 我现在特别希望政府来 政府能够解决问题 你报我去 报我去 行 你等着 好了 我回北京 我现在就回 行了吧 确定吗 确定 好 好啊 我看我姑娘的面子 今天我不再闹了 但是你告诉郑飞 你跟他说 这事没完 损失必须对国补 好 小语 小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哪儿啊 来 怎么了这是 你等我一下 这笔钱要跟你爸爸签的合同 这是我要跟你签的合同 字我签完了 合同里头写得明明白白的 我租下奶奶的房子之后呢 三年之内不会入住 等什么时候你的流离事业 做得像个样子吧 我得做我的民宿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 我没那么大方 这三年的费用 是压低你爸的房租手里的 之前没和黄哥说 我是怕他说走嘴了 还你爸才知道吗 现在能理解我了吧 但我已经答应我爸爸要回北京 没事 当闺女的跟爸爸说话不算数 那叫撒娇可爱着呢 你 你可以反悔 说得好像还有点道理 是吧 这样 实在不行的话呢 你就到外边先藏一段时间 等什么时候我房租下来了 你再回来 我不曉得藏了 我还有好多事情 没跟我爸说清楚 你跟他你说得清楚吗 说不清楚我也要说清楚 我这时候回去 必须要留下来 试试 我随后就到 来 好了 什么 怎么 又 又不走了 不是 我 我 我还在这儿等着你呢呀 行 好 我 我知道 你放心 不管你做什么 哥都支持你 行 挂了吧 菲菲 菲菲啊 我想问你 要一下那个补贴的资料 夏宇啊 你要的国家关于文化产业 补贴的资料 我放在办公桌上了 你自己去拿吧 我刚还敲你门来着 你不在村部呀 我没在 我出来拍点东西 行 那我自己拿了啊 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在我身后呢 是博山最著名的旅游圣地 武阳湖 你看是不是湖光山色 景色宜人呀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划船 也可以露营 我们还可以品尝到 博山的美食 杂鱼汤和糖醋鲤 我是十五村 第一书记郑飞 欢迎大家来到武阳湖做客 姑娘啊 我就琢磨啊 你说你这么聪明的人 咱们去 不回首都北京 愣要留在咱沐溪谷做琉璃 现在看明白了 就是只要是咱们建一个琉璃工坊的话 咱就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 没错 那重点我都划出来 不是 那你比如说咱们建一个琉璃作坊 咱要花三十万 咱是不是可以报一百万呢 不不不不 这 这不可以 这这 他那一种详细的规定呢 你这怎么能干这样的事 不是 不是 我 我就说了意思啊 我是说呀 我是说 这买买呀值得做 一年哪 可不止四十万 行了 规矩 留下来吧 做琉璃 怎么突然同意 你要留下来的 钱赚够了再回北京 这两天啊 我一直在研究这个政府的这些细子 我刚刚把它弄明白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 你就去找周飞干架去 就是 许晗来了 阿姨 叔叔也在呢 叔叔 我听说 奶奶那个房子人家不租啊 我还想租 我把合同带来了 咱们按那天谈好的 怎么样 行 你这合同怎么拿着的 又怎么拿回去吧 什么意思 房子不租了 我女儿要留在沐溪谷做琉璃 我拿那房子给她当根据地 这也太突然了吧 一点都不突然 等我们家琉璃产业做大了 还在乎那小小的房屋吗 阿姨啊 她钱再少她也是钱哪 是啊 不收钱哪 你别人呆了自己 我告诉你啊 我渡圣楼 做事是有格局的 不像你们 竟长得小市民意识 小家都起 不是 爸 你听我说啊 你看啊 你现在不拦着我了 那我就不用搬到奶奶家去住了 我还希望把奶奶接过来 咱们三个人一块儿跟奶奶一生活呢 你看 那她房子就空出来了 既然空出来了 也没有别的用处 那你就租给许晗了好不好 租谁我都不租她 这小条门我 叔 您误会了 当初我想租房子 也是想把笑语给留下来 一举两得 谁能想到您足智多磨啊 我这个小兔崽子 怎么能玩得过您这老狐狸呢 老人家呢 这马屁家拍得啪啪呢 许晗呢 给你的屁股上安根椅子 你比猴你都精 跟你在一块儿玩时间长了 都容易让你给玩死 我已经定下了我自己的原则了 真爱生命 远离许晗不送 爸 他也没那么大本事 他没那么大本事 他坏主意可不少 怎么着 等我粘你走啊 那就不打扰了 阿姨 我走了 好 现在呀 这党的政策是越来越好了 你看见没有 发展传承这种文化产业项目 政府就给你扶持 我没想到 我爸他那么坚决 没事 我比他爱坚决 他不把房子租给你坚决有什么用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都这时候了 还一套一套 真难 只要你坚持住了 一定会有个好结果的 我是担心你做民宿的进度 好事多猛 你看 你坚持住了 你爹那边你就转过弯了 那是他看到好处了 不过他好像想歪了 怎么就想歪了 我是当成事业干的 爬里野城钻政策的空子 你继续做你的 反正他不是让你留下了吗 他爱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了 可你这会儿 他压根就不想理解 这是替我着想的 你不反对我追求你就行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你说什么呢 我说的就是正经的呀 你怎么没心没肺的 我有心有肺才这么问的 你再胡说八道 我可回去了 真的 我说的一切 都是跟租房子做民宿 有关系的 有什么关系 那现在我都给你解释了 别瞎了 真是 那我就找了你 可以吧 追什么追我反对 为什么 这世界上好女孩这么多 我没招你没惹你 你干吗烦我呢 哪个有你漂亮 不烦你干谁 再说 我这是爱情 你当我够了没有 那我就当你认可了 我认什么了 继续追你 行 你爱情追了 我这不是帮你愁这个事了 你说你 只要你认可了 我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去做了 又憋什么坏呢 您就请好吧 您就请好吧 就换成温柔细雨 风和热泪 紧握在手心 无法传递给你 用心的感应 旋高站一线暂停 可不可以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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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呢这是 把我打扫 打扫 干净干净 谁让你来刷呢 笑语 看我差点给忘了 啥意思 你笑笑您的 我给你拿过一句 不是 等等等等 你这东西我可不来用 做晚辈的应该的 你是想租房子是吗 那不就您一句话的事吗 没错 就说一句话的事 现在我就告诉你 不租 没关系 您尽管收下就好 我告诉你啊 什么刷墙啊 送礼啊 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 我可不领你的情 行 我给您房院里了啊 好 叔叔啊 我给您搁那儿吧 现在想起六区拍马了 晚了 我跟你说 你就把我家这房子啊 楼上楼下 你全拆了 重新建一遍 我家那祖屋 我也不带祖给您 你看您收哪儿去了 不租房啊 这就是一个年轻人 对老人的孝敬 你才心甘 真的 那既然你愿意干就干吧 老师啊 这地方啊 好好把这缝刷一下 这有够 好 你 我 对 叔 得拿屋里去 不是 我 我那啥 我就 我就拿出来 我想让你拿走的 还数 放您家院子里面就是您的 我是帮您看着点 别糟了贼什么的 也是啊 这你们拿回去也挺费事的是吧 对 那我就受力了 接着刷 够 够 够 好 行了 绑边回去了啊 好 帮走啊 你那个针角啊 红得再密一点 行 行 盛楼 盛楼啊 你来我有点事要问你 啥事啊 我听他们说啊 咱们笑语怎么的 不回北京了 不回北京干啥去 那在北京一年大几十万转着 回这儿干啥来 对啊 不对啊 盛楼 昨天那家笑语还问我来着 要租我家那大院当厂房做琉璃呢 盛楼啊 咱们都是一个村的 也是一起长大的 你就说实话 那是不是孩子 在外面遇到什么难处了 对 如果咱笑语在外边遇到难处 我跟你说 那咱们大家都能帮上一把 别让笑语来我家吧 让她大院 我白给她使 盛楼 我们两个呢是一起长大的 要真是家里有什么困难 你就说出来 那多了没有 这十万八万的那不是事 干啥 干啥呀 现在国家已经集体进入小坎了 你们跑这儿给我扶贫来了 你看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这么大家一片好心吗 我跟你说啊 我家笑语 他即使想回来做琉璃 也说明这里边大有文章 大有做头 大有钱可赚 小伙子 你这干吗呢这是 你没看出来啊 我这干活呢 你这刷墙怎么收费啊 收什么费呀 都是自己家的事 自己家的 这是杜胜楼家呀 对 她是我岳父 什么 她是我岳父 笑语结婚了 没呢 快了 她儿请您喝喜酒 行行行 好嘞好嘞 那你干吧啊 您慢点慢点 真是好女婿 你们知道啥呀 头发长见视短 你给我来个长的看看 听我跟你说啊 现在这个琉璃啊 就是做琉璃属于啥子 属于文化产业 这里边是有文化传承的 政府是给扶持 给奖励是给钱的 你别说啊 就她说的这一套 我听说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你看看 那 那么多琉璃作坊 她要知道大家都知道 那就你们家笑语 那钻研出来了 我告诉你 都是琉璃作坊 但是规模都太小 我家笑语要做就做最大的 你们自己家不是有 闲置的琉璃作坊吗 干吗还要租我们家大院啊 我家里哪儿够啊 要租的租好多呢 这就是我家杜笑语 为什么从北京回来 做琉璃了 明白吗 越说越悬 舍楼啊 你这没事儿 撞女人窝里了啊 我不请客 我跟你说啊 这马上要当老丈人了 注意点影响啊 当什么老丈人 当老丈人 我现在想当女婿 你把你姑娘嫁给我吧 你真是我跟你说啊 每次嘴一说话 你她要占点便宜 你还别不承认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 看你女婿还在门口干活呢 干什么活 我人家就是个租房子的 什么租房子的 人家亲口跟我说的 她是你女婿 亲口说的 那当然了 我还能造谣啊这是 汪八蛋 你骂谁呢你 我骂她呢 这人也是 着急了 来来来来 这会儿着急了 来 我跟你们说 你说她刚才说这个事 是不是骗国家钱了 光拿补助不干活 可不就是吗 那要真是这样啊 我那大友可不能租呗她了 不能租了 对 我也得去给别人说说 那不能租呀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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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 我问你 你跟谁说的 你是我女婿 你敢说你没说 是吗 我在想 我到底跟多少人说过 那些王八蛋 我不租你房子 你就造我家谣是不是 你冤枉我 我没造谣 没造谣 我问你 我家杜笑语跟你什么关系 就在建立关系 建立关系 她答应跟你搞对象了 她答应让我追她 她不没追象呢 那万一以后成了 我们真在一起了 我这不成了撒谎的罪人了吗 真到那天的时候 我跟你说您别后悔 那我成什么人了都 滚滚滚滚 有多远滚多远 爱上哪儿擦上哪儿擦去 滚 叔叔 万一气住个好胆来 我怎么跟笑语交人 陌生气 陌生气 为了小事发贫气 回头想想又何呢 叔叔啊 陌生气 小王八蛋说着 倒是挺有道理的 笑语啊 在这儿一块儿吃吧 我不吃了 我跟奶奶说好了 一会儿回去吃 那个啊 你也别再劝了 那院子 我们肯定是不做的 三婶啊 你别听我爸瞎讲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乱说的 别的不说 就开琉璃工坊这事 你爸可比你明白 他明白什么呀 他什么都不明白 套国家政策那钱的事 他说的可头头是道 我们当然不懂了 真的没有 你跟我说没用 你套政策的钱 在村里不是秘密了 笑语啊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三婶劝你一句 人间正道是沧桑 靠外门邪道赚来的钱 不是那么好花的 再说 你赚了钱派屁股走了 那院子荒在那儿 谁愿意给你背锅呀 你别怕我们当傻子好 我真的没有 三婶 对了 你们家不是也有 闲职的作坊吗 是 但我们家那个作坊 规模太小了 你胃口太大了 还是想让别人给你背锅 你不吃啊 那我可不跟你客气了啊 来 吃菜 慢点吃啊 那 先生 我走了啊 那没事就过来啊 好 我回来了 你说那个许晗搞笑吧啊 我听别人说啊 他又到奶奶家去刷墙了 好 什么 怎么了 这个小狗八蛋 都督 你别去了啊 你别管我 都督 别去了 都督 别拉我啊 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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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巨老头 爸 我都不是说你 谁让你把那个约会时间 给我订出去了 我不给你订 你此节能订吗 那 你知道我那天要忙什么呀 你就给我订出去了 什么事都给老子放下 这才透灯大事 我不去你干 爸 瞧你我的瓜不甜 我不说了就甜了 那 那是我的事吗 你不想着感觉吗 爸 那感觉是从心 从心里 然后出来的 我不给你辩认啊 我不给你辩认啊 咱们做事情有时有种 你要是看不好人家 你去一趟 跟你说一下就歪了 我不去 你突然给我找到对线了 我去成什么事了 你是当事人 那 我不喜欢人家 对不对 我没找我没惹我的 我到那跟一说 把人伤了成什么事了 你把我给人伤了是吧 那你接着出去 你 这是什么逻辑呢 行 她不废话了 时间快到了 赶紧去一趟吧 好不好 那我可真去伤她了啊 神网通知 咱们老沈云家 从来没做过赏人的事 你可想清楚了啊 亲别呀 回道德绑架了是吧 我得重生一点 老沈云家 从来没做过赏人的事 你自己看着办 三死而后幸 你 你要打我干什么呢你 瞎子别动手了 小韩 小王八蛋 你瞎我一跳出来 你又跑这儿参来了 是不是 叔 干啥啊叔 你说你太客气了 我自己干就行 什么玩意儿你自己干 谁让你来干来了 叔 看你太不讲理了 不是您刚才说的吗 让我爱去哪儿去哪儿 让我爱干啥干啥 不是你给我指明这条道吗 哎呀 你还有理了 真别理解 哎呀 哎呀 完了啊 完了啊 我小白别让全完了 别说我不是故意的 要不然你拖下来 我给你洗洗洗洗 我打死你 你看你 你那么充装干什么 你听我说呀 我是好心 你好什么心啊 你好心你造谣啊你 照啥要的 杜笑语 现在全村都知道了 说要嫁给你了 我女儿快三十了 清清白白的 这你这么一擦 全给擦黑了 谁说的呀 那么缺德呀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就他妈你说的 我打死你 叔你看 叔 等一下 站住 叔 你看 叔 你给我藏毛了 是不是 叔 你太讨气了 叔啊 走毛毛 快点 拔来 滋来 滋来 滋滋 我我我出去 来来 滋滋滋来来 我我我先走 干啥去 是我家擦这 那我不确定啊 不是 我出去躲一躲 你看你那么大个气象 等你消气了 我把杜笑语的车给他洗了 好不好 我家动静不用你擦 叔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叔 你别急了 我告诉你 快点 怎么样 这是一副静什么 我再给你夹壳 夹壳去吧 你这像想起的样 一二一 怎么怎么突然熄火了呀 你干什么了 你吓我一跳 可能坏了吧 坏了 坏了 你糟不坏 弯不坏 你能修好吗 我看看啊 你给你抓紧 什么事怎么 哎呀 坏了你 坏了坏了坏了 这个车老这样 二大 你看是不是这个排气光 这个 你看边儿那个练脚 是不是松了 你看看 是不是这个地方 看看 哪儿啊 你看那 你 你要不你看家家 你看我 是不是那边有猫咪 你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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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是吧 哎呀 爸 你真厉害 你去去去抓你英雄 好 哎呀 你怎么那么坏呢 你说 哎呀 你给我弯这个把戏啊 我跟你说 我打点弯摩托 您还是担心抱着呢 这个那个可能刚刚我修好了啊 你行 你捞了个脚后嗨 你修好了 你上不上车 不让车我开了 我上去我上去 我上我上 不让我开 慢点慢点 阿姨 慢点啊 你呢 变得过来的你 好 好了 叔叔啊 您这比我辛苦啊 还负责重呢 你放心 今天我就跟你耗定了 你上哪儿我上哪儿 叔啊 我呀全马跑不下来 慢马还行 我参加过比赛 咱现在跑多少了啊 五到三公里吧 我的极限是五十公里 行 叔啊 您听我这句劝 别扯了 但是歇会儿 我就给你买盆水去 你站住 你糊弄鬼的你啊 咱俩已经跑出三公里了 这父亲小麦布 你下点儿买水去 确实是啊 您考虑得周到 不这样 我去村里给您卖去 你别跑 我不怕辛苦 我告诉你啊 你是不是想借机为逃跑 是不是 继续散步谣言 是不是 我就给你耗定了 你何必应用呢 你们俩跑肠来了怎么 跑马拉松啊 笨马 笨马 行 这岳父女婿啊 相处得还不错 你是我女婿啊 我是你岳父啊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什么这么说话呢 谁女婿啊 胡说八道什么你 凶什么呀 盛老大哥 这小伙子做你女婿 你还假装不高兴啊 多好啊 滚 这 这还不好意思呢这是 我 这啥不好意思呢这 这 这 这人 你干啥呢你 人大呀 人挺好的 你说您跟人大态度 我用得着 你这样跟人家不逆 讨好的是不是啊 那你不喜欢就算了 你说你 这么给我耍坏 哎 使您招 你是不是居然把笑语 他奶奶家的房子给租下了 是不是 那您要是这么认兵的话 我也不方便纠正是吧 行 我刚才呀 那是跟你吹呢 说五十公里 我去我我我岁数大了 我也跑不动了 你看这儿行不行啊 你呢从现在开始 别再纠缠我家杜笑语 别再给我家添麻烦 然后你呢 最好当着全村人的面 给我家恢复名字 租房子这事 我可以考虑 真的呀 我怎么就看不得 你这得意忘形的 混蛋样子 叔啊 歇够了吧 我送您回去 走 这么多来身体是不是挺好的 这人还靠谱 都几点了 等多长时间了 时间都是你 推来推去的 人家这次打眼泪就不错了 你能不能少吃点啊 我这给人家女孩那点的呀 你都吃了三份了 这可挺贵的呀 没事啊 他们家不有钱 让他们请了 我们看中的不是钱 我这看中和人家的冤费 改年错 我真不明白 你说人家那么有钱 咱给人家就是 门不当户不对 就是想把你儿子 嫁到一个有钱人家 然后少让我奋斗几十年 是这个意思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儿子呀 你要是又本事啊 我爱跟您宣泽 这么没处理的气势 不是 爸 我怎么就没本事了 难道我活着挺好的 对不对 是不是那个女孩子 那挺好的 不是啊 还不是说跟他爸一块来吗 对 你看她那个 老贵的摩托车转 每天见识这个女孩子 肯定不是 好 她叫她叫什么了呀 立消失 立消失 这么好记得命子 你都为了八遍了呀孩子 你有没有心啊到底呀 一小时 一小时 迟到一小时吗 要走 好 走 爸爸 帮人 �Cola 说话 您不去啊 穩重一点不好吧 哪儿是不穩重啊 他们来了吗 思念滚烫不停放 也许每一座青山 都有雨 与谁相伴 才会圆满 也许每一张照片 都期待会有笑颜 天满不淡 像荒凉的夜晚 你随星辰将我渲染 聚散泪 我 一伤一伤 不为风寒 不去流言 一路追赶 只云与干 你是我出世的那一关 你是我眼中的青山 红朵那天空 等住了时间 等住了时间 的芬芬 有你就行啊 坚定的简单 不为风寒 愿坐绿水 与你 围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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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